第853集 《纪元之书》已经在晶体神国之中彻底的催化,三大先王的形体在神阵之中沉浮,似乎方寒是超越了先王之上的存在。 传闻之中,先王之上还有境界,不知道是什么级别的存在,那种存在从来没有出现在天界,是在永生之门中的神秘传说中,那是无上破碎之道。 你这个魔头,你居然学会了小宿命术,只要让你发挥到最高境界,你见到永生之门,就可以领悟大命运术。 不对,小宿命术,只有惊慕天君,得到了永生之门的承认,才传授给他,天上地下,没有人可以复制,就算是造化先王,也不能够学会。 你怎么能够学会,到底是什么存在? 为什么混乱天君,终结圣王,都想守护你,你到底是谁? 难道你比君藏生的来口都要大? 审判之枪狂吼着,但是方寒一道宿命之术打了下来,到处都显现出了澎湃的命运长河,一道道交织。 显现出横河沙树一般生灵的命运,经过了这命运的不断洗礼,所有的法宝越来越玄妙,经营璀璨,那命运长河,全部都灌注进入各大法宝中,八不浮屠,传说之战,三十三天至宝,都相互感应,各自独立,居然有了一种群龙无首,天下大吉的味道。 方寒的机缘神阵,再度演化,一下把各大法宝都吞噬了进去,化为了巫术镇眼,每一件法宝都和一座镇眼结合,命运在其中冲刷,洗刷。 突然一想,八不浮屠发出了鸡蛋碎裂的声音,似乎是有一种核心本命的东西被打破了。 整个浮屠,缓缓旋转,处于了一种绝对独立,不受任何牵制,跳跃图了自己命运,在命运长河上飞翔的一径。 这是八不浮屠打破了自己的宿命,绝对自由和独立,从此之后,就算是圣庭先行的召唤,都不能够对他造成任何影响。 方寒感觉到了一阵阵的畅快情绪,在身体中流转。 随后,又是几声鸡蛋破碎。 那自由之意,传说之障,染血之衣,图腾之冠,都发出了声音,打破宿命,获得绝对之自由。 到了最后,三十三天至宝,连珠炮的响彻起来,竟然在方寒小宿命术运转到极限的时候,也连续打破宿命。 首先打破宿命的是周天怡,紧接着镇天环,偷天照,封天锁,一个个的打破。 到了最后,三十三件至宝,全部打破,就只有一座赤天门,在不停地旋转,似乎冥冥中有一种力量,阻止三十三天至宝,打破宿命。 这是最为艰难的一次打破。 方寒知道,三十三天至宝最难打破,一旦打破,方寒从此之后,就等于是脱离了枷锁,天高任鸟飞,海阔平逾越。 他心中无比冷静,运转小宿命术,酝酿,不停地酝酿,最后一击。 在打破诸多法宝宿命,运转纪元神阵的时候,方寒对于小宿命术的领悟更加深刻,几乎有一种洞穿命运本质的味道。 在他的脸前,似乎横了一道薄薄的屏障,随时都可以撕裂,但是却就是触摸不到,远在天边,近在眼前。 只要撕裂屏障,他就能够真正地领悟大命运术,把握亘古以来的第一大道,三仙之首。 可惜的是,现在他还没有能力打破,触摸,到达神通无量的无上境界。 不过,在连续的运转之中,小宿命术到达极前,突然一个变化,再次化为了模糊不清的伟大存在,永生之门。 这永生之门是小宿命术变化的,在最深处流转着一种特殊的真气,那真气可望不可及,可遇不可求,可生不可灭,无限存在。 那是永生之气,你怎么可能把永生之门的虚影变化到这种程度,就算是造化先王见过永生之门,也没有从中窃取到永生之气。 审判之枪还在苦苦支撑,看到了这一幕,心神终于崩溃。 方寒吐出了一个真言,立刻,这永生之门的虚影,打入了这些门中,最后一架三十三天之宝,轰然打破宿命。 三十三天之宝悬浮在空中,绝对独立,再也没有任何本体能够影响到他们。 方寒成功铸造了纪元神阵,消除隐患。 纪元神阵终于铸造而成,我的法力再度提升。 不知道可以在那什么天军后部榜单上,排名低级,能不能够比得上那些引发的天军大写失败,却没有死的高手。 方寒站立起来,纪元神阵重新变化为了自己的身体,化为了高大魁梧的身躯。 所有宝贝都隐藏在身体中,成为神阵的一部分。 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无上神通,直指天军大道的境界。 以后,方寒修成天军之后,称号就叫做纪元天军。 他几乎肯定,自己积蓄足够之后,就能够冲进了至高无上的大道,领悟破灭之真谛。 审判之枪最后发出一声惨叫,磨灭了所有的意志,也融入了纪元神阵之中,成为镇压镇严的一件法宝。 现在,方寒身上的所有法宝都打破了宿命,不分彼此,是身躯的一部分,包括图腾之冠,染血之衣,都是如此。 他的修行之道已经再次踏入一个新的层次。 面前徐徐地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。 审判之想在最后消失的时候,又发出来怨念,几乎是可以使得自己再度重生一般。 我真的不甘心,这个天地之间应该是我成就天军的,却成全了你,难道我注定就是你的踏脚石? 你说得不错,你就是我的踏脚石,自从你选择和我作对之后,就已经注定了你的命运,不可逆转。 方寒挥手打散了审判之枪最后一丝的怨念,感觉到那审判之枪彻底化为了一支短枪,七寸长,在自己的身躯中沉浮不定,散发出了万丈豪光。 一枪在手,鬼神不留,强大的审判之力在身躯中奔涌,方寒暗暗点头。 这次,转大了,不但斩杀了仇人,还获得了丹界的地图秘密,同时还得到了太突之气,审判之枪的全部修为。 审判之枪的本体强横,丝毫不在八步浮屠之下,所谓纪元神阵的阵言,可以让人领悟审判之真理。 而西皇所化的太突之气,更是有衍生各种玄妙的功能,西皇一身的修为经验,也全部都被剥夺。 无论是西皇,还是审判之枪,还是封皇,都得到过天军传授大道的经验,方寒吸收了他们所有的记忆,顿时也就等于是天军向自己亲自传授大道,一股股的记忆冲刷着,推算着,使得他的各种道术完美无瑕。 现在,他几乎是等待最后一步,就是最后的那一季飞跃,彻底晋升天军。 要晋升天军,现在的积蓄是远远不够的,现在他的实力,估计能够在那天军后部榜单上很靠前,不过,能不能够排第一,还很难说,原本以为西皇等人就是天军之下第一人了,却没有料到还有天独级别的高手。 更有度天军大劫失败没有死的超级变态,方寒有一种紧迫感,倒不是因为天军的压力,而是来自于天地的压力。 他修为越高,就越感觉到天地大破灭,似乎有一些劲了。 一旦天地大破灭,这个机缘消失,宇宙重新归于混沌,那么,自己也要消失。 因为不是天军的人,所有气息都和整个天,息息相关,就好像母体中的婴儿,母亲灭亡,胎儿也要死亡,什么都保不住。 就算是先王在天地大破灭来临的时候,也保护不住一个凡人,因为天地一灭亡,凡人立刻就死亡,息息相关,相互感应。 天地一灭,人全都得死。 就算是在天地灭亡之前,气息感应之下,不是天军以下的强者,都会显现出衰竭来。 这,就是天人无衰。 这是任何倒数,任何神通,都无法逆断的情况,也没有人能够挽回。 而修成天军,就是打破障碍,等于是婴儿出生,脱离母体。 母亲死亡了,还有活路。 这就是天军的真正意义,真正脱离天地的束缚。 方寒知道,自己现在有混乱天军,终结圣王这些高手守护,安全上倒没有什么问题。 但是,一旦天地大破灭,也就会消失,这是最要命的。 还是多多积蓄,一面吸收天外元气,一面寻找着天平中有价值的东西。 我现在的势力,天军已经不能够轻易杀死我了,机会难得。 方寒烈化封皇,审判之枪,吸皇之后,法力收敛,已经反谱归真,炉火纯青,直接信用了一种对待任何情况都游刃有余的境界。 甚至,他现在还想让天军来追杀自己,看看自己的极限能够有多大,看看自己到底能够在天军手下支撑多长时间。 天庭之中,宝藏无比多,有一些强横的宝藏隐藏在深处,方寒是想寻找到武打天军亲手练着的一些东西,比如俘虏、道书,甚至是上古造化先王遗留下来的一切种种,企图增加自己的积蓄。 以后在引发天军大劫的时候,一力冲冠,渐渐地,他深入了天庭最深处,四处运用三十三天至宝,感受一切。 三十三天至宝经过了刚才的凝联,打破宿命,已经彻底的独立,不会被任何存在感应到,在天庭中更加游刃有余。 此时此刻,方寒就好像一尊帝王,在自己的皇宫中行走,想要什么,就可以拿走什么,毫不轻松谢意。 天庭外面大战连连,谁也想不到,钻进了一个蛀虫。 渐渐地,方寒深入了天庭内部,天庭的内部是一个更加宠伟的世界,不知道多少层结构,多少层的神秘之地。 有的地方,散发出来强横的气息,被夹上了云古的封印,贴上天君的符路,似乎封印上凶神恶煞。 有的地方,灵气充沛,蕴含大道纹理,似乎是天生的修道之地。 就在方寒在天庭内部闲逛,寻找有价值的存在的时候,宝戒之中,云起翻滚。 宝戒,不知道有多大,宝光冲天,此时此刻,更使许多大道天音降临下来,渗透进入每一间法宝的身躯之中,使得这些法宝都有了长足的进步,整个宝戒之中的气息越来越浓郁。 每时每刻都有法宝在晋升,实力也在不停地增强。 这一切的原因就只有一个,是在高高的宝戒最上空,无敌的混乱天君,端坐在那儿阐述大道妙音。 而传说之战,自由之意,两位圣品掀起,也在一旁,和混乱天君论道。 三大天君论道,天花乱坠,宝戒的云云众生,都得到了极大的成就。 突然,混乱天君停止了论道,叹息一声。 哎,你们守护宝戒不容易,这一届的法宝,个个资质非凡,可惜,有几人能够晋升到达天君。 这一纪元的天地大破灭,很快就会来临,到时候,天君之下所有的存在,都要衰竭,灭亡。 这一切,你们能够舍得吗? 当然舍不得呀。 宝戒在这一个纪元,不知道多少亿年,灌注了我们很多心血,但是也没有办法,这是注定了的事情。 我们也解救不了,只有下一个纪元,重新锻造宝戒了,再度恢复荣光。 传说之掌摇摇头。 一个混沌十一年,混乱天君深深叹息。 对于我们来说,一个混沌就是一年的岁月,转瞬即逝。 我感觉到,上一个纪元中的事情,还历历在目。 不知道,我能够存活多少个纪元,我们天君的大线,是十个纪元,夺宝天君兄也躲不过去,现在已经陨落了。 我也没有几个纪元好活了,除非是修成先王。 先王的寿命,最多最多,也就是二十左右的混沌纪元,那神族的始祖圣王,其实大线已到,拼命复活,回王返赵,争取最后的复活而已。 自由之意也要头。 我们虽然是天君,但这一次的大纪,不知道能不能够渡得过去。 天君也只有五成的机会而已。 无妨,那方寒就是杜杰的关键,他的身份非同小客。 混乱天君道,不过,他能不能够苏醒,就要看命运了。 我们也不能够掌握命运,也不能够掌握自己的未来。 不过,他如果能够苏醒,我就有希望成就先王,再多活十多个混沌纪元。 他到底是什么来历? 传说之杖问道。 我也不清楚,只是猜测而已。 混乱天君,闭上了眼睛,似乎不愿意多说什么。 就在这时,传说之杖,自由之意的身上,突然传递出来了一种震动, 似乎是一种气息,被彻底斩断,失去了和分身的联系。 嗯? 这是怎么回事? 下界有人炼制了我们的分身,却打破了宿命,使得分身独立。 为什么会这样? 说话之间,两大圣体掀器,眼朝着无尽虚空处,瞭望过去,就看到了正在遭遇到围攻的天庭。 不用说了,肯定是方寒的力量,又有精进,白痴肝头更进一步,才能够打破宿命,诸多荣于一炉。 这是好事,天庭的如意算盘,也可以最终告破了,他离天君之道越近,那才是真正鱼化龙的一刻,希望能够尽快成功。 这一点,我们帮不了他,一旦帮助他,反而会影响他的无敌的意志。 霍乱天君,你说这次天庭围攻,神族能够获胜? 神族七大远古深地都出现了,地势天,任力天,夜魔天,化玉天,自在天,扶摇天,幽游天,七大天君的实力,非同小可。 要是再能够催动造化神奇大福,劈开天庭进法,天庭还真的支持不了多少时间。 传说之杖看着天庭被围攻的模样,不由地打了一个冷战。 这种大军,如果围攻宝戒,恐怕宝戒都抵挡不住。 不过,幸亏有混乱天君,似乎和神族的天妃乌魔达成了某种承诺,宝戒现在安然无恙。 这一切都是混乱天君的帮助。 现在,传说之杖,自由之意,已经对混乱天君产生了一种信赖和支持,以他为主的情绪,不知不觉培养了起来。 当然,这两件圣品掀起心中也十分清楚,天界的混乱已经开始,乱世之中,宝戒的安危也非常重要。 有混乱天君做主,事事都可以逢凶化吉。 应该很难获胜,不要小看灾难,永恒,混沌,杀戮,这四大天君的手段。 当然,那雷利天君也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,就是缺乏底蕴而已。 如果我猜得不错,现在他们都在祭奠三十三天至宝,恢复这件宝贝的威力。 一旦恢复,就相当于天君中多了三十三尊天君,而且力量可以联合在一起,堪比先王啊。 当年,轮回到人的势力比我都厉害,还是被三十三天至宝,连同徒弟皇权大帝,一起被三十三天至宝击杀呀。 听众朋友,您刚才收听的是梦入神机的长天玄幻小说《永生》第八百五十三集,是由陈颂无声为名播讲的,欢迎您。